老胡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提问的方法在视频的说明区当中 如果你经常有问题 希望得到老胡及时的回答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老胡的 这媒体朋友圈 这样一个电报群 加圈的方法也在视频的说明区当中 好 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来自于表单的提问 他说在油管的里面的语言 中文选项有好几个 我应该选哪一个 选择的结果会不会影响频道的推荐 好 这是一个好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同学问的是什么的话 我现在给你看看 在油管的后台 设置这个页面 默认上传设置里头的高级设置 这个地方有语言和字母的认证 这个地方就是 你选择你这个频道语言的地方 如果你做的内容 是有某一种语言特征 是英语的 是中文的 是法语的 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选择语言 好 奇怪的是 在语言选择里头 中文有很多个选项 中文 中文繁体 中文简体 中文台湾 中文香港 中文新加坡 中文中国 那这就是这个同学的问话 如果我来自中国 我应该选中文中国还是中文 我应该选择台湾还是繁体 还是中文 如果是来自香港的 我应该选择香港还是繁体 还是中文 这是个好问题 这些语言都属于中文 但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又不是语言学家 没办法跟你完整的讲清楚 这样一个概念 我在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给你看一下 香港繁体和台湾繁体 99%都是一样的 1%不同 主要表现在一些字的写法上 据例子 香港的演员林峰 你看它这个风这样子写 是上下的结构 台湾的乐队苏打律的主唱叫吴清风 你看这个风就是左右结构 同一个字 但从文字历史来讲 这个风上下的结构还是正字 这个左右结构是一个一体字 好 再看一个例子 台湾和香港都使用繁体中文 但从探和探 庄和庄 或者是着和着 你看这个文字意思是一样的 发音是一样的 但是写法是不一样的 那文字是这样子的 往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它这个文字都受一个国家标准的 这样一个规范和阅书 那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这样 语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的 文字的使用规范 一般这个国家的话 都会有一个跟语言规范 使用的国家标准 然后用这样一个国家标准 去规范所有的政府的文书 和出版社的出版物 比如说中国大陆就有一个标准 专门指导怎么翻译外国人的名字和地名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球星或者是明星 在台湾香港和大陆 翻译的名字都不一样 回到同学的具体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理解 带一个地域标签的这样的文字 都不会比不带地域标签的这些文字的话 更为广泛或者是普遍 因为它有本地语言的一些特殊性 所以除非你想强调这种极大的特殊性 那么你才会选择这种本地化的语言 如果不是你都应该选择中文简体 或者是中文繁体好 再进步想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视频 我们还有声音传递的这一部分 对吧 如果你的视频仅仅是通过文字字幕呈现 完全就人不说话 那另当别论 很多人的节目是我们还要说话 不管你说的是带香港口音的 台湾口音的 或者是中国大陆口音的 这些说出来的语言 比一个书面语言又更为广泛一些 我完全可以不会写繁体字 或者是认识繁体字 但是我依然能从台湾的这些同学做的节目里面 听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并不希望你的节目是局限在某一个有地域特色的文字使用者身上 我当然希望全世界的华人能说中文的人 包括那个老外的中文爱好者也能够看到我做的节目 我就希望最大化我的观众群 那么从语言选择这个角度来讲 我根本就可以超越这些地域的这些特色的局限 那就选择中文就好了 我才不管你是习惯使用繁体或者是简体 或者是你是台湾人或者香港人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交集使用的都是中文 在特征语言的使用上面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你想放大或者强调你这个区域的特征 比如说我这个是重庆电视台 那么我希望用重庆话或者是四川话来做节目 让大家感觉到亲切 或者你在海外你说四川话 大家一听就知道你是老乡 要不然我们就使用普通话或者是国语来交流 然后别人问你 你是从哪来的 我是四川人 我是上海人 对吧 当你会说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时候 你不会在任何的华人聚集的地方 就去说上海话和四川话 你一定是先说普通话 再找到老乡以后 然后再说方言 我们在油管上面也是依照这样一个原则来选择我们的视频语言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就选择中文 那这个同学担心我的封面标题里面的字幕都使用的是繁体字 如果选择中文的话 他还推给一些不会繁体字的人 那这些人由于看不懂听不懂 然后就导致播放的完成度非常低 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是只要你的内容好 即便有少数的人一看见繁体字就换台 但是带有中文这样一个广泛语言特征标志的观众群 依然比那些少数带有偏见的人要大的多得多 比如说台湾的综艺节目 早年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人看了 可能这些也帮助了一些繁体字的普及 那中国大陆拍的一些电视连续剧的话 在东南亚地区都超级受欢迎 基本上都是中文简体的字幕 甚至都没有字幕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建议大家选择中文 最大化油管帮你触达观众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好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谢谢 再见